欢迎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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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嘉伦 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任嘉伦 欢迎嘉伦 今天是我们周大声品牌的代言人 我觉得用一句话就是在请君当中有一句话特别好的事来送给大家 叫做这个再相见别来无恙 哇 是不是 谢谢 是不是 别来无恙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别来无恙的不光是大家对你的期待 而且依然在忙碌着是不是 是 最近这不就赶杀青吗 快杀青了 对 最后一周的冲刺 最后又成功冲刺 比昨天的最后一周又少了一天 对 又少了一天 但是我相信还是那句话就是冲刺完之后还是会让自己接着再充电 对对对 这是你的习惯吗 对对对 一定要一定要 所以说别着急 这个虽然说剧马上杀青了 但是呢周六的时候呢大家又可以来充电了 嗨放派要来了是不是 嗨放派啊 这一次的嗨放派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你们叫做精确大赛 嗨 看到了 已经预告都发了嘛 这个精确大赛是干嘛 又是要给容虾 不是 这次不是容虾了吧 对 但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内容 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预料之外 大家就到时候看节目吧 就是很多东西啊 确实可能是我们觉得 嗨 没必要做这个实验 但你做完了之后觉得特别有收获 你说出了我每次看你们这个嗨 是不是 我说这是在干嘛 就是稍微剧透一下啊 就我们可能可能这周有一个可能大家在回答题目的那么一个环节 但那个环节的所有题目对我们来说就你第一遍听的时候都觉得这种题目这么简单 下笔那一刻你就懵了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真理所应当吧 对 看似很简单的一些题目 其实你动笔那一刻真正决定要答或者真的真的决定要做这个道题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不会 哇 你现在说的我就很懵哎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 哎 预告一下 周六的嗨放派啊 我们的这个嗨放boys们要给大家带来 嗨放boys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各位 可以 就像我们的这个任意门一样 今天呢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任意门打开会去哪呢 不知道 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跟嘉伦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要打开我们的星光任意门 如果说让你形容一下 你觉得心目当中一个任意门打开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期望它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一定是可以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任何想去的地方 对 只要你想去哪打开它进去就能去 哇 你知道他们的任意门最开始打开想去哪里吗 我心里 哎 厉害 厉害 去你的心里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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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了 所以 接下来 所以 接下来 我们要打开心扉 转动我们的任意星球 任意星球呢 我跟你讲 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每一次 我跟嘉伦做直播的和韦斯都是 哎 每一次我跟你直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预见啊 嗯 怎么 在我跟你直播的时候 你都要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 你没发现吗 所以今天是要有很多挑战 今天挑战又来了 来吧 而且挑战之后呢 你会给大家谋福利 而且这些福利我跟你说 都是非常重量的福利 那就来吧 来吧 各位 来吧 来吧 所以呢 直接我们给大家 要送出的第一份礼物啊 我觉得这个 对于嘉伦来说 应该太熟悉了 就是你现在带着这份礼物 什么 项链 身上的这一个 其实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好好 再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特别介绍 是跟你有关系的 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 代言人特质款 并且呢 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叫做我们的任意门系列 你打开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哇 去到你们的心里 来到你们的眼前 这好像又是我 我比较心仪的东西的那种 收藏的感觉 收藏的感觉 已经要来了 而且里面打开之后 第二层里面就是 现在带着的那一个 它是个手势盒 对 手势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里面是手势盒 这就是我刚刚用的那个盒子 因为项链戴在我的脖子上 对 它就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把自己跟嘉伦的所有回忆 放在里面 是是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除了这个盒子之外 我刚才一直在说 周大声的设计是有里有面 这个是面子 里子也很棒 比如说嘉伦戴着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项链 它上面呢 其实正面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R 对 也是我的这个姓氏的一个字母 对 手写字母 家人的 人的 对 人 家人的人 对 而且转过来之后 反面 也是很有设计感的 小星星 小星星 并且里面呢 是把黄金跟钻石集合在了一起 对 哇 这个设计理念很厉害 而且是用了特别的工艺 并且呢 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 星星自我星 每一个星星代表着 你在我的心里打开了心门 特别用心 特别的用心 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嘉人 应该都很喜欢 对 并且我要跟大家认真介绍一下 这个R字母 除了代替的 除了这个代表的是我们的人 或者是家人的人 还有代表的 还有一个英文单词 叫做 他就是收到感应的意思 因为在无论是亲戚爱情友情当中 我们都要双方 双向奔赴 对 这样的感觉是最棒的 所以当你戴上 这一个我们的R的小方牌的时候 你就是跟 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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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是双向奔赴 哈哈哈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寓意 还是那句话 每一条我们的项链当中 都是代表着满满的爱意 还是那句 戴在身上 也是很有气质的 既然说到了气质 既然开始已经研究这个礼物了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让嘉伦去完成一些挑战 要送上的就是我们的清签礼物 好吧 好 来 挑战开始了是吗 各位 又要开始谋福利了 这是什么抽签 对 这个时候嘉伦就是最用心的时候 因为要谋福利 谋福利 这种一定要进行 两个先进行哪一个 是完成的一些挑战 对挑战 第一个 你读一读 用带字母R的字字样来造词 对造词 然后三个既挑战成功 对 大家可以来帮帮 还有一个例子 还有例子 如人 最爱是家人 最爱是家人 这什么我没听到 是什么 挑战已经开始了是吧 第一个 第一个可以 第一个就这个了 是什么 第一个 我所做出的回答就是最爱是家人 哎呦喂 好好好 算一个 这必须算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只是造词的话 呃 仁是少年 哎呦 这个厉害啊 仁是少年 这个仁仁 仁然的仁嘛 对 好 仁是少年 好 这也是送给你的 那其实很多 人家轮不也是一个 哎 这也算 比如还有什么我想想啊 这个 心上人 心上人 啊对 任一门 任一门 可以了 这个算完成了 已经五个了 行这个算是 怎么让一让 哎呦 你别让一让 大家不会让一让 接下来第二个 我直接来读了啊 这个这个我觉得 那你一开始还让我抽什么呢 就是一个仪式感 哈哈哈哈 我们是要仪式感的 毕竟是一个大门 OK 第二个问题是 说出周大声任意门产品的任意一个特点 就是你带着这条项链的特点 嗯 那有很多啊 比如 R 小星星 钻石 黄金 方形 方形状 代言人 对啊 很多啊 好等等等等 对这个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所以OK 这两个问题我们算通关 接下来直接发礼物好不好 这个礼物是什么呢 这个礼物就是各位 我们要送出一份任意门 就是你带着这个项链 这个吗 直接就这一份 这一份了啊 就是佳伦手里这个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一份项链 并且呢 还有刚刚说到的 打开就能看见佳伦的 周边礼盒 对 其实这个项链是装在盒子里的 对 这是一套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还会加赠一份你的 清签周边礼物 嗯 这个礼物里面有六种不同的种类呢 哦 还有一个是佳伦们自己设计的画 我们把它变成了我们的手势盒 哦 所以接下来佳伦你倒数321 我来用我拙劣的技术来截屏啊 看看这个佳伦会是谁 这截屏还有 你这个截屏 我跟你讲我特别笨 受残 好可以啊 321 截屏 好第一位 我们看一看这一个ID 哦 这个名字厉害了 他叫做 景礼啊 景礼啊 恭喜你 哇这个厉害哦 果然叫景礼还是有用的 可以 恭喜你获得了第一份佳伦送给你的我们的 这一个 同款项链以及我们的礼盒 还有我们的周边礼物 那句话还是把截图保留好 还是把地址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就会把礼物送给你了 此时此刻各位呢 如果想拥有这款 我们佳伦带的这一款小方牌项链的话 在我们的左下方的购物袋当中也可以来下单了 没有货款没关系 可以直接来下单这一份我们的小方牌 同样我们会加赠我们的任意爱周边限定礼物 只有200份赶紧去下单吧 好的 接下来呢 礼物第一份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口令要来咯 口令 今天有个口令叫做星光任意门 星光任意门 我跟你讲周大声真的是吃巨子 用综艺节目的方式做了一个直播间 这一个是一个很厉害的装置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周大声的这个我们的任意门的星球的一个第一关 你喊出刚才我说的那个星光任意门的口令 他就开始转动 看看去下一个星球 是什么 是他在里面转 我们就转到背后去了 没有 是他来转 你来喊吧 你出了镜头喊 他就开始转 现在了 可以 星光任意门 来了 哇 是不是很厉害 我坦白的时候我说 哇 这个装置太厉害了 是个大装置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觉得可以在这录一期 哇 目测是有人在后面推对吗 哎 你还不感情 还笑出声 我们这一个啊 这个 这个我跟你讲不是有人推 因为推不动 这是我们的山河图 哦 接下来 各位 星光任意门转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当中 这一个大有来头了 它其实是我们的周大声的国家宝藏系列上的一个IP 这个呢 是我们的千里江山图 这个图呢 可以说非常的厉害了 这个图呢 古香古色代表着就是我们的佐大河山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图片 嗯 我倒觉得其实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想到一些什么呢 哇 只能想到祖国的伟大 祖国的大河山 对吧 我觉得其实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千里江山图系列 它是来自我们北宋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画家 叫做王希梦 嗯 他呢画了这个作品之后呢 表达的就是要把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呀 祖国的大河山 要表现出来 而且这一幅原作 大家如果有幸的话 可以去北京 呃 故宫博物院看一看 嗯 它的的确确是我们祖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而且非常讲究的是 它是里面的江南山水图 配色十分的漂亮 有绿 有青 而且代表的是很有意境的感觉 嗯 所以接下来各位 啊 又到了一个考试环境了 啊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是来自我们祖国的千里江山图 所以我们要请佳伦好好的跟大家去了解一下 要认真听讲了 我要开始认真介绍 是是要怎么了 来 千里江山图 如果变在我们的珠宝项链当中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来嘉伦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来介绍啊 这一个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寓意 刚才开场就是郭总也介绍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应该跟祖国文化结合的 它是我们的国家宝藏的联名款 里面的工艺非常的厉害 是传承了我们的古法至今工艺 并且呢是把里面的像原图里的青山元素提取在里面 可以看到有这个对对青山 青山在里面 并且里面呢还是用了这样子各种水波纹的方式 像是这个纸张一样 让它还原到了大家这种看到像这个原作品一样的感觉 所以别有洞天 怎么样喜欢吗这个配色 是可以带走了 这个理论上大家可以去下单了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吧 别着急 它的包装盒 哎哎哎哎 这还穿起来可行 包装盒也非常的棒 你看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 哦 很中国风 更喜欢了更喜欢了 这一套各位 我们一会儿呢 想要吗 想要我们就送给大家 加伦呢已经用眼神告诉我 我想送大家 我想送大家 那接下来 快说这个挑战是什么 这个挑战 我要开始了 这个挑战一会儿我们送的就是这个联名手链 还有青山手符 但是加伦来咯 来咯 来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 嗯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滚子啊 这个滚子干嘛 接下来你要在现场DIY一幅图画 而且这幅图画 是跟背后的江山图相关的 我们先把工具给你 拿上我们的颜料 这个颜料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有我们江山图里的一些元素在当中 你可以自由创作 然后这幅图创作完之后 稍后我们来跟大家揭晓 如果看起来非常的有这种 应该叫做意境的话 我们直接送一个我们江山图的手链 哦 好不好 就是 像是个项链是吧 加放项链了 就是把这个图在这上面 创意时间你就来了 你就来了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来创意了 好吧 好 那 那就直接 哎呀哎呀 来 没有什么不可以 没有什么不可以 挑战开始 谋福利 好 这种涂铦还是第一次吧 涂铦真的第一次 之前看过很多可能作品啊 或者很多人在做涂铦的这个过程 今天我们就来创作一幅 我跟你讲 其实要说到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呢 它其实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名画 而且呢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记忆 比如说我们这款联名当中 它就是把我们的山水的钻刻 这样一个古法放在了我们金石当中 并且呢还有我们像你知道你知道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它是有特别的名称的 什么 它叫做青绿发廊 发廊 对 它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的国色的一个感觉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中国的古典的元素 古典的一些感觉 戴在身上之后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祖国的一些文化自信 以及我们的古典典雅戴在身上了 并且可以感受到千里江山的那种 应该叫做一览众山小 戴在自己身上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发光的感觉 嗯 好 这一副创作啊 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非常的厚重啊 好 加伦一层一层叠上去 好 是吧 来我们先把这个颜色收起来 加伦 好 我们这样好了 加伦你先给他展示一下 现在是个半成品啊各位 现在是个半成品啊 这个叫做你要起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 一幅画 一幅画 好了 这一幅来自人家伦的一幅画 我们先收藏起来 稍后让他烘干之后 给大家揭晓一下 这一幅画 是不是让大家看起来像一幅画 这个我们先这样好了 我们觉得啊 这个今天是重粉日嘛 而且我觉得这个礼物 真的我特别想送给我身边的朋友 因为他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 还有我们祖国的这个应该叫宝藏放在了一起 嗯 我们直接先送吧 诶 我们先送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幅画 应该是可以代表着很多你的想法在里面的 所以 我们直接来倒取321 第一个截屏的 我们就送出国家宝藏联名的项链 以及国家宝藏的礼盒 还有清签周边礼物一份 好 321 等一下 哈哈 来来来准备好啊 好321 好 再来一次 321 好 好 来这一位 诶这个ID很有意思 你来读吧 在哪里 就这儿 啊 这样才能看得到我 诶 这样才能看得到我 恭喜你 我们就真的这样看得到了你 对对对 诶 你获得的是我们的国家联名款的这一款项链 还有我们的礼盒以及周边 还是那句话 这样才能看得到我 请你保存这个获奖截图 并且把收获地址发给我们 我们就会把打包这一份大礼送到你的府上 并且好好地去研究一下这一款我们的应该叫做国家宝藏系列 里面呢可以说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以及我们的民族自信在当中 还是如果说特别喜欢想要这一款我们的项链的朋友们 可以在我们左下方的购物带张中去加购 今天只要加购任意一款国家宝藏联名款的家人们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佳伦的签名版的收纳本一个 限量只有100份 所以呢各位赶紧赶紧去下单 这个礼物我觉得其实送给自己 送给好朋友 送给孩子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民族自信 以及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都在上面了 这是周大声一直在做的一个系列 国家宝藏把很多我们的祖国当中的文化 用现代的方式变成你的饰品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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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吗 特别好 特别好 那就送给你 我说了不算 另外一个故事 好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好 接下来 择日不如撞日 及时已到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 我们先这样啊 刚刚留一个悬念 留一个悬念 一幅画你们还记得吗 刚刚那一幅画看起来真的 它是一幅画 妈 现在 三 二 一 这幅画来了 可以的 可以的 哇 哎 好看的 而且说实话 我们刚才里面选择颜色就是那个 我名画当中的绿啊黄啊 青色放在里面 其实你看 轻轻的一涂鸦就完成了一幅作品 是 代表着我们祖国的这个 应该叫做瑰宝当中的颜色都是非常的经典的 这是第一个作品 第一个作品 那这个我们就用游州大神来收藏了 好 这个不送给各位了 好吧 这是嘉伦和游州大神一起完成的一幅作品 我们来找一点试金给嘉伦啊 好 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说想要来下单的朋友们赶紧来加赠 在我们左下方的购物袋中就有今天的礼物了 就今天的我们这一款国家宝藏联名款 只要下单我们就会送给大家嘉伦的签名定制版的收纳本 前一百份才有 所以接下来各位准备好哦 我们一会儿还要给大家送出第三份惊喜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先让嘉伦想一想那个口令还记得吗 星光任一门 星光任一门 来了赶紧转动起来吧 又来了 我们看看 哎呦 哇 哇 哇 有请登登 有心了有心了 这个 看起来颜色就很喜欢了 红色 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主题叫做幸福花架 其实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刚刚结束的 我为什么说到这个登登 其实跟请君是做了联名的 这个系列 而且幸福花架 请君为妻 这个巧思联动的很很很很棒啊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次联名 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还有很多非常适合陆登夫妇 如果那个时候有他们的话 我觉得就更加厉害了 有很多适合你们 我记得那个画面很很经典 你们穿都是大红色 然后你还有这个金色的这个领子 那个那个那个应该叫做结婚的画面 是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仪式感 我们在很多很多人在婚礼仪式的时候都要讲 讲究仪式感 有一个东西女孩子们都需要 叫做嫁妆 嫁妆 嫁妆我们给她一个非常好的收纳的地方 来 就是这一个 哇 这个嫁妆香 你要不要拎一拎 哎呀 沉吗 可以 沉甸甸 它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幸福吉香 啊 幸福吉香 幸福吉香 它的谐音就是 幸福吉香 啊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说 嗯 它其实就代表了幸福吉香 而且为什么是沉甸甸的 希望里面所有放进去的 这个属于你的嫁妆可以在你的未来都是沉甸甸的幸福 嗯 我们接下来来给嘉伦打开看一看啊 他很神奇的 来你打开看 往上一拉 它会变成 三层 哎给大家看 并且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首饰盒在这一边 嗯 你打开可以放你的这个婚戒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没有问题 是的 而且这一个三三层的这个 呃我们的幸福吉香上面还有很多的配 呃设计你看 有这个孔 呃有我们的凤凰 嗯 然后呢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吉祥如意的话语 百年号和永结同行都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 最重要是它什么颜色啊 大红色 大红色 哇大红色代表着就是幸福吉祥跟家人们啊 嗯 还有其实要说到这个箱子 我倒觉得如果大家说在里面装一些什么 嗯 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传统叫做要送这个聘礼要送的叫做三金一钻 三金一钻 哎 代表的就是说在今天在这个婚礼现场呢 我们是要对自己有承诺有期许 嗯 嗯 有这个价值的三金一钻 就都放在这个就价装里面嗯 最重要的是这个设计的很有意思 它三层当中呢你可以不仅仅是在结婚的时候放里面的价装 每一个纪念日收到的珍贵的礼物 你可以都放在里面 对对对 然后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代表的就是 你对于爱情 对于这一段婚姻当中所有美好的回忆都放在里面 嗯 你想一想坐在摇椅上啊 慢慢摇的时候 摇椅上 最浪漫的是打开哇我里面的 全是首饰 哇当然我觉得首饰 还有各种各样的珍贵的纪念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对的纪念品都在里面 所以这一个非常的贴心对不对 是的是的 OK这个说到了他呢 我觉得各位想要吗 想要的话 想想要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把它变成礼物送给大家怎么样 啊好 我以为还要有一个挑战 啊你答对了 啊 来接下来 真的是有挑战 啊这个挑战翻倍了 完成七道快问快答 各位就可以幸福吉祥啊 是是 准备好了吧 我觉得给粉丝谋服 应该是没有问题 来来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问问题是吧 啊问问题 不加思索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 想问问嘉伦在冬天喜欢做什么 冬天喜欢做什么 保暖 保暖 哎这个问题回答的就是有道理 不能动着 好第二个问题 嘉伦你现在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现在最快乐的就是坐在直播间 给大家推荐周大生的好东西 而且是免费送好礼 对对对我要我要谋福利了 哎是接下来 录制综艺或者镜组有什么事 去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周大生了 满脑都是周大生啊 周大生就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品牌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好理 对不对 想知道下一部剧 什么时候播 可以说说 宣夜的人设吗 什么时候播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吧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我这个问题能问问谁呢 那个问问问问 大家希望明天就播 但是我们还是要静候佳音吧 对对对 那可以简单说 希望在合适的时候播吧 合适的时候播 可以说一说宣夜的人设吗 简单的形容一下 宣夜就是比较大爱 大爱 大爱的同时一直被误会 被误会 被全程的人误会 误会他是杀害全家的凶手 然后他也很 可以讲这么多吗 可以 我先提醒一下 大家倒是想听 也很穷 他也不是像 那个陆岩那样的六边形战士 他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众的能力 他也是在一步步的往下走 然后 走的每一步都对他来说是惊艳 是这样的 你确定讲完之后 一会儿同事不会说 佳伦你又说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 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角色会不会让大家废纸 又要开始哭 像陆岩一样 上火女孩 好心疼 会这样吗 反正我没少哭 你没少哭 这个问题可以 没少哭 大家到时候静候佳音 开播的时候 大家就一直追剧就好了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的都很妙 都是大家想知道的 佳伦的新专辑进度如何了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听到 进度如何了 其实还差一个视频 其他的所有的都已经完成了 这个视频也是过后我要加的 所以还差一个视频 其他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进入到收尾工作了已经 其实早就该收尾了 只不过我又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视频 特别的版本 对对对对 好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听到呀 今年没什么问题吧 今年没什么问题 尽快吧 也就剩下 这不还差一个视频吗 还差个视频 这个视频弄完了不就 随便拍了吧 就可以了 好 今年差不多 也就是不到60天的时间 就可以听到了 对对现在11月了 对对对 好的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平时喜欢怎么样的衣着穿搭 怎么样的手势 就你平时喜欢搭配一些什么样的手势 比如说如果出门只能选一样视频的话 你会选择手链 项链 还是耳钉会选哪一个 那就选项链吧 项链 项链的话你会选择的就是 周大声的 周大声的 而且今天带的就是小方牌 对对对对 左下方的购物袋当中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也是我们的任意款 对对对 好下面这个问题 问下嘉伦 用拍到的戏 或者是题材 或者是想做还没做的事 嗯 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接到的戏吧 哦 然后先不要过多的去想未来我想要怎么怎么样 先把当下的工作都完成 都做好 我觉得这几个就是先把眼前事情做好 我们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展望未来 就把眼前当做是最好的完成了 对不管你是花草树木还是金乌神鸟 不管你哪怕你是玉璃峰或者一片雪 我都要踏踏实实地找到你 哎呦喂真的是 我跟你讲这句台词真的非常戳人 是吗 我有一次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有人发我还说 呦 哦 很多人把这句话作为了一个誓言 这个台词必须说 因为这个是那个路言三千年后的一个目的 对要回到了 回来的承诺 无论他变成什么他都要去守护 并不是说非要成为人 对 所以各位你看承诺很重要 放在里面的承诺更重要 对不对 那既然我们刚才有了承诺说完成这个挑战 我们要干嘛 送他 送福利 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好不好 必须的 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送给大家幸福吉祥一个 加上我们的亲笔签名的周边一份 还是这句话 你喊321我们直接就送 快 来来我来了 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我把他 这种时刻真的是 好这个手机 哎呀我真的像我妈一样 怎么手机打不开 怎么能这样刷阿姨呢 我妈妈没 因为我还换了个新的智能手机 她每天就说这个手机是没电了吗 我说你戳他 往上滑 来 你看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好运气都是来之不易 对对对 来 321啊 好321 节评我们看看这一位是谁 获得这一份好礼 哦 嘉伦会发光 哎 嘉伦会发光 恭喜这一位朋友 你获得了嘉伦送给你的我们的吉祥 幸福吉祥 以及我们的周边亲签 还是那句话 把你的地址发给我们的客服 我们就会把这一份礼物送给大家了 好不好 如果没有天到没有获奖的朋友 也不要着急 在我们的左下方的购物袋当中 以及有了任意一套我们的三斤一钻的产品 当然里面 你购买三斤一钻 我们就会加赠送给你免费的我们的幸福吉祥 而且如果凡下单我们三斤一钻任意款产品的钱 一百名的朋友 我们还会送给大家嘉伦亲笔签名的人行立牌 接着要不要再送几个 能多送点呗 那必须的 必须的 但是送过的时候还是要完成一些小小的任务 好 来吧 自己说出去的话 可以的 来 接下来 这就是什么 其实我刚才提到一个话叫三斤一钻 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设计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系列 这个作为嫁妆给大家的 但是它其实有特别的名字 比如说你看 我们的三斤一钻 钻石当中代表着是钻戒 我们有一个出血 还有个蜜血 这样一个名称 然后呢在我们的三斤当中呢 有我们的 呃 琳兰花 还有我们的绣球花 以及我们的花烟草 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每一个都代表着不同的造型 代表着不同的寓意 接下来我们需要 嘉伦把后面的寓意一对应 哎呀 我已经我已经做完这道题了 你做完这道题了 是是 就放到后面 啊对 指定就好 这个题是题目跟答案 一模一样 好 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好了完成 那这样好了 我读前面你说后面的寓意好了 是不是 我们的出血 密血它的寓意是 双血落满头 也算共摆手 哎 琳兰花的寓意是 琳兰花开幸福自来 绣球花的寓意是 绣球花开浪漫美满 花烟草 除你之外别无他爱 就是送给你 是不是 是不是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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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份呢 也是我们三金一钻的里面的寓意 嗯 我觉得哇 这些寓意听起来都像是台词 是吧 送福利 送福利 哈哈哈哈 行 这一份我们算是答对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送给大家幸福吉祥一份 同样还是厉害三二一 我们加快速度啊 三二一 然后就把这一份吉祥送给大家啊 来来来快快快 三二一 哎 好 这一个叫做哎呀我读好了 嗯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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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喜欢你 哎呀 恭喜这一位朋友 获得了这一段送给你的幸福吉祥一份 还是把你的地址发给我们的客服 我们就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了 嗯 同样提醒各位的是不要忘记 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点亮粉丝登牌 这样子的话有更多的几率 获得我们的礼物 嗯 如果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 我们的左下方的购物袋当中 有各种各样刚才佳伦介绍到的 我们的应该叫做来自周大生的好物 以及我们有异议的珠宝 可以给自己囤一份 因为今天有非常多的福利 嗯 来吧 口号又来了大门要转起来了啊 星光任一门 来吧 看看下一个我们去到的星球是哪里 哇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一个不厉害了 这一个当中有一些有一些我们的单品 佳伦很熟悉 我经常带 你经常带 对 因为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潮库星球 嗯 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系列你带过 哪一个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Hello Kitty系列 嗨放派也带过 对对嗨放派我带了好多 带了好多 今天我也带了一款有幸而害 这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你为什么自己喜欢这个系列啊 主要是我觉得就是也很潮 很潮很酷 很适合年轻人 很适合年轻人 平时录节目或者平时走来走去的穿搭都非常的适合 很适合 搭在一起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最重要的是它价格很亲民 对 比如说学生朋友们 对 年轻族学们都可以来 来个一条两条自己搭配一下 没错没错 而且各位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设计呢也非常的棒 因为今天呢我们的Hello Kitty 不光价格非常OK 在直播间下单的话 我们的Hello Kitty系列产品的家人 都有机会获得嘉伦的形象贴纸 并且也是限量前三百名 所以左下方的购物车赶紧囤起来 各种各样的款式 对 你挑选一个如果你 你自己会想 现在吗 如果 我都可以 都想都想都想 都想拿这个吧 这个 亚铃啊 这亚铃 亚铃 我倒觉得这些都给大家试一试 都可以 因为有手链 有项链 还有这种像我 这个这个是个新款 它是个穿搭 就是这种叠搭类的 对 很棒 太丰富了 好 这一个呢先别着急 接下来呢 这个Hello Kitty呢我们熟悉了 要不要再来个口令 看一看还有个新的 它的好朋友 是吗 来 星光任意门 星光任意门 走起 哎 星光任意门 不舍得他们转过去 感觉还没还没看够 你不想不想走 但是接下来这个看到了什么 兔子 兔子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星球 非常的有意思啊 叫做兔子王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兔子王国因为 因为明年 明年是兔年 明年是兔年 是可爱的兔兔 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战了 为什么把它放为最后一战 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寓意 明年是兔年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年当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 应该叫让自己的新的一年 新的期许 像小兔子一样 生活起来 看起来就是开开心心 有朝气的那一种 当然 今天在我们的兔 兔子星球当中呢 也有我们的兔年生肖视频给大家 你看看这几个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很可爱 这个叫做闪光兔 闪光兔 这个叫做晚安兔 晚安兔 这个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有钱兔 有钱兔 有钱兔 你觉得约等于什么 有钱兔 有钱兔 让你选择一下 你觉得哪一个你特别喜欢 有钱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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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个寓意啊 当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闪光兔呢 它设计它是我这种 应该叫做不同的角度 看起来戴在身上就是闪闪亮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在它中心的位置 对 在它中心的位置 对 然后呢 旁边那一个厉害了 这个工艺叫做金香玉 是一个可爱的 像这个玉兔一样 在月亮睡觉的小兔子 下面这个 它叫做 有钱兔 有钱兔 就希望各位可以有好运气 其实呢 这个跟大家介绍 有钱兔它像是一个 大家俗话当中讲的转运珠 在新的一年当中呢 可以送给这个刚出生的宝宝也好呀 或者送给自己 在这一年生日的朋友也好 作为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所以 这个东西我倒觉得很有意思 价格很便宜 它不贵 但是你可以自己DIY 穿一个手 手环啊 或者一个手链在身上 可以作为这个手环 或者小朋友可以戴在脚腕上 对 都可以 或者在项链当中都可以各种穿搭 是的 并且呢每一款我们的兔子呢 都有专属的礼盒 嗯 各位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下方 来下单它的话 前三百名 我们还送佳伦的亲笔签名的卡片 数量有限哦 嗯 好吧 来 我们把有钱兔先收起来啊 太可爱了 哎 我觉得有钱兔呢 代表着有钱兔 但是有钱兔呢 我们今天还有一份特别好的大礼 变成另外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成语 要送给佳伦 嗯 来 送给我的 送给你的 接下来 有钱兔是我们的民间说法 在这个我们的官方说法当中 有钱兔就叫做 大展红图 大展红图 这个礼盒呢也是作为一份礼物要送给佳伦 作为一个新春的兔年礼盒 希望佳伦跟佳伦们都可以再来年 你自己要不要一个巧思把它拉起来 我们这样 我有请佳伦先站起来 好 是是是 这个就是一个惊喜 你把它拉起来 你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设计 蹦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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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磁贴可以贴在家里的 佳伦 这个就是送给你 也送给屏幕前的所有朋友们 嗯 这个大展红图 希望大家来年 可以在2023年大展红图 也希望佳伦 大展红图 火红火火 谢谢 这一份 太有心了 而且它里面还有茶香味 你闻到了吗 带着香味的 怪不得 我说 香芬芬的未来 而且打开之后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这里面呢 有这个红包 红包 红包 当然这个红包呢就是红包袋 哦 这里面 哦里面还有各种 各种各样的 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找一个 我找一个有 其实有你的自己一个图像在上面 是吗 对 这一个 哦 这个这个 各种各样的 带着光芒前行 对 带着光芒前行 除了有佳伦在里面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宝藏的一些元素 也在里面 嗯 接下来有意思了 来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打开 你先 还有一层 还有一层 这一层打开之后上面写的是 2023带着光芒前行 但是 但是 你把它DIY之后 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一个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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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呢 也是一份寓意 希望嘉伦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 世事顺心 大吉大利 最重要是平安喜乐 就像这个打开灯笼一样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道路 都是有一束光的 好吧 这个是送给你的 周大生太有心了 而且就把我们的 设计了这么多 传统文化放在里面 这一份礼物送给大家 接下来 来吧 我们先把这份礼物呢 谢谢 帮你收起来 你要完成一个小小的仪式 因为今天我们是满满的仪式感 我们希望嘉伦把 我们把它收一下 整理好 来 嘉伦真的非常地厉害 直接先把红包拿走 我放回了 我先整理 接下来我们希望嘉伦 把这三句话 放在我们的礼盒当中 祝福自己也祝福佳人 放在这个里面 对 分别是我们的 OK 大展红图 一张 放进去了 前途光明 前途光明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也是送给嘉伦 也送给家人们的一份祝福 希望接下来 谢谢 每一个人 谢谢 都前途无量 并且大展红图 哇 谢谢 这是一份礼物送给大家 送给嘉伦的 并且这个其实在我们的门店当中 接下来也会预收 我们帮你先收好 好好好 又拿走了 嘉伦 又拿走了 目不转紧的 目不转紧的 没事 我盯着了 我盯着了 我知道放哪了 这个呢 其实接下来在12月当中呢 我们的周大生的全国门店当中 这个礼盒也跟大家见面 如果想让自己也大展红图的话 不妨去把这个礼盒也带回去 好来 接下来 OK 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好礼好了 马上要给大家送出的是四份 是几份 一份 我看看啊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送礼物了 这一份礼物呢 是一份 五份 瞬间又加棒了 五份 好礼 给各位 所以呢 接下来 如果说 你在预售当中呢 想去抢到这个礼盒的话 不妨 接下来 我们可以再拼拼运气 看看能不能拿到 接下来这五份 好礼 好 来 还是那句话 你喊三二一 我来截屏 好 三二一 来 截屏 再来一次 三二一 截屏 三二一 好嘞 哎呦 我喝 来 五份 第一屏 只截到了三个 分别是 人 人 碌碌 第二个叫做 宴 艳雨 音歌 第三个叫做 梦想成真 恭喜这三位朋友 来 这是 前三位 接下来我们接着 截一次 还有前两位的朋友 看看会是谁 你还是 三二一 三二一 好 截屏 我们看看这一次的 这两位 正好是两位 这一位叫做 舵手也不借 也借不掉买的 秦宣娘 对 然后接下来 超超开心 你们的ID特别棒 好 恭喜这两位朋友 以及前三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这一时间段 送你的礼物 还是那句话 赶紧把你的地址 给我们私信客服 我们就把礼物送给你了 接下来 接下来 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刚刚我们给大家送出祝福 同样一幅礼物 给到嘉伦 来来来 这一份礼物在哪里 这一份礼物呢 还是给我的吗 对 是给你的 好吧 这一份礼物呢 是我们代言 代言人特别定制款的任意门项链 今天晚上呢 我们的全部周边 都将放在这个包包当中 送给你 哇 谢谢 刚才那个大展红土礼盒 也算吧 我帮你 都在这里面了 这个也是 哦有有有贴纸啊 有贴纸 这就是他们获得的那个 我们限量版 你的周边 还有本子 我给你介绍一下 有一个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棒 很用心的设计 你这么跟我说的意思是想要 想要想要想要就是他没放进来 那个就是大家回去拿 拿走了吗 是吗 他是这个家人们设计的手势盒 哦 他把我们周大生把它做成的实物 然后呢 每一个获得的朋友就是自己设计 拿到了自己设计的 明白了 好吧 这一份里面还有一句话 翻译过来 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去爱去闯去发光 也是周大生送给嘉伦跟家人们的一份祝福 谢谢 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中 希望每一位都可以继续勇敢爱勇敢闯 好不好 谢谢 好 来送祝福啊 最后给家人们送个祝福 希望大家都可以美满幸福 然后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 周六的时候去金桥相会 金雀相会 金雀相会啊 好 再次呢要谢谢 谢谢嘉伦跟我们分享到了今天这么多 应该说意犹未尽 但是呢 每一份好礼都非常值得带回家的 我们的好礼 先谢谢 谢谢嘉伦来到我们的现场 下次再见咯 好礼送给你 大展宏图新一年啊 辛苦辛苦 谢谢 谢谢嘉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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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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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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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呢 我们的直播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我相信大家要记住 关注我们的周大生的旗舰店店铺 后续呢 还有非常多的活动 跟大家来分享 下一次我们在跟大家相见的时候 我相信又有很多 跟大家意想不到的好礼 由我们的代言人跟大家分享 还是那句话 赶紧去下单吧 在左下方的我们购物袋当中 有非常多来自周大生的今天的好礼 四千五百多家线下的门店 也会有同样的好物 跟大家分享 不要忘记走进我们的周大生 去挑选一款属于你自己的珠宝 下次再见咯 拜拜 周六嗨放派 不要忘记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